他是香港新武侠电影的第一位舞打巨星 也是李小龙之前香港片酬最高的男演员 戏中他是性格刚烈的独臂大侠 戏外更是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 曾为成龙摆平心意安的社团抱负 还放话让谢贤爬到台湾去见他 巅峰时期可谓是无人敢惹 后来却因三大血案断送演艺生涯 他的一生经历比电影都要精彩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位黑道明星王宇吧 王宇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很多观众来说 可能很陌生 但若放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那绝对是个响当当的大名号 由他所主演的独臂刀是华语电影史上 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电影 凭借这部电影 王宇一跃成为新武侠动作片的头号打星 风头在当时可谓是无人能击 先是回看王宇的一生 火爆的性格则是推动他人生发展的助力 但同时也是让他深陷淋浴的祸首 王宇从小就属于那种好勇斗狠的孩子 由于他无心念书 再加上经常惹是生非 父母就将他送往上海体育学院念书 期望那里的训练能让王宇的脾气有所收敛 但高强度的训练除了增强了王宇的身体素质外 对他的脾气反倒没什么改变 但不可否认就是因为在这里的训练 为他后来学习功夫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17岁时王宇跟随父母移民香港 同年进入中海学院土木工程系就读 在读书期间 他凭借出色的游泳才能 连续两年获得了香港游泳比赛冠军 本来是有望实现三连贯的 但很可惜 由于他经常打架导致名声不好 所以就被泳队开除 从而无缘第三次冠军了 不过这也间接促使王宇走上了演艺的道路 1964年 上市电影《虎侠兼仇》公开争选男主角 正在为工作发愁的王宇便抱着适时的心态 参加了试镜 由于会说上海话 粤语和国语三种语言 加之运动员出身的他身体强壮 肌肉发达 并且身上还有因打架所沾染的那种江湖气息 种种优越的条件 使他在众多的参选者中脱颖而出 一举拿下了该片的男主角 并正式签约授士 踏上了演艺圈的道路 王宇虽说性格火爆 但做起事来却也相当认真 由于是第一次拍戏 没有任何经验的他 为了演好雷虎这个角色 也是吃尽了苦头 不仅学习了拍戏时的镜头走位 还要在武士的指导下 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专业训练 就连一些危险动作 也是亲自上阵不用替身 可以说是投入了十分的努力 但当时由于邵逸夫对他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所以这部戏杀青后并没有立刻上映 而实现出了江湖奇虾和鸳鸯剑侠 让王宇去失水 索性这两部片子的反响都还不错 于是1966年 雪藏了一年的虎侠兼仇才终于上映 其中真实凶猛的打斗场景 让观众看得非常光影 这部片子也被誉为 武侠新时纪的开山之作 王宇也凭此在影视圈小有名气 不过真正让王宇爆火的 是1967年拍摄的独臂刀 王宇在片中饰演儒雅却不是刚烈的少年侠客方刚 以失美暗算被断右臂 后用父亲留下的大刀与残谱 练成出神入化的刀法 并且一血牵制 断断英雄寒泪复仇的故事 一下子打动了香港观众们的心 这部影片已经上映 便引得万人空巷的观看热潮 还顺利突破了之前的票房百万大关 成为了香港第一部百万票房的电影 而王宇武侠皇帝的名号也由此大象 后来金燕子 独臂刀王以及龙虎斗的乡亲问世 更是让王宇坐稳了票房四连观的宝座 那个时候的她是香港片酬最高 票房最好的五大明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李小龙没有返回香港之前 王宇在影圈的地位无人撼动 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喻呼啸的大明星 但深藏在王宇性格中的戾气 却一点都没有减少 加之年少成名 更是让她做起事来胆大妄为 因不满邵氏所给的片酬 她竟然连夜潜入公司大安市 把自己连同一百多位艺人的合约全部烧毁 这种行为导致了王宇和邵氏公司彻底闹翻 无法在香港拍戏的王宇转而去了台湾发展 因为对前公司的不满 王宇在1972年导演的《独臂拳王》中大骂邵义夫 揭露少老六的贪财好色 敢如此影射邵义夫 王宇的胆子绝对算是大的 而这份胆量不仅是基于他在影视圈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在社会中的影响 由于王宇性格豪爽 好勇斗狠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引起当地社团的注意 在香港时他曾拜入14K二陆元帅陈华清门下 在台湾他又是竹联邦里的一名骨干人员 KYG说在美国时他还加入了华清邦 可以说王宇绝对算得上是黑白通吃的大佬 当年香港著名的三大血案就是因王宇而起的 1976年王宇在新华阁吃饭时与四海邦发生矛盾 两方人大大出手导致多人受伤 当时他们进了十八饼队以来 我连铁带打还跟他们队打的 他们走的时候还追了 虽然这件事最后由陈其立出眠化解 但也让王宇与四海邦老大刘伟明结下梁子 1981年王宇在天厨餐厅宴请朋友 刘伟明就安排了多名刀客把王宇砍成重伤 事后王宇就将四海邦等人告上法庭 这起案件原本定于5月开庭审理 因四海邦有意求和就请了中间人前去调解 但由于中间人态度嚣张跋扈惹恼了王宇 于是他们又在法庭大厦上演了一场大战 结果王宇因涉嫌教唆行凶 被判两年六个月 后来二审改判为八个月 最后由陈其立出面 王宇被判无罪 事后王宇放言 自己被砍了七刀没死 那就回敬对方十四岛 于是派人设服三个月 还就真的回敬了仇人十四岛 逼得当时四海邦老大刘伟明 不得不写信求和 虽然说三大宣案让王宇在道上鸣声大噪 泪间接断送了他在演艺圈的发展 鸣声的急转直下 让他的片约大幅度减少 后来他干脆就转向了幕后发展 虽说王宇是个江湖中人 但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大哥 1979年 成龙以转头加和而惹怒罗维 结果被人用刀架着脖子 逼他回去拍戏 当时走投无路的成龙 只能找王宇帮忙 王宇直到后立马带人赶过去 帮他化解了这场危机 自此开始 成龙对王宇就十分的尊敬 职业王宇是自己一辈子的大哥 后来的两部电影 迷你特工队和火烧岛 都可以看作是成龙专门为王宇大哥制作的鹤里 不过最近让王宇特别出圈的 还有属谢贤曾江事件 王宇的第一任妻子林翠 曾是曾江的亲妹妹 换言之曾江也就是王宇的大舅哥了 之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谢贤已无法忍受曾江的傲慢和鄙视 就出手打了曾老爷子一巴掌 还当场爆粗口要绝交 知道这件事后的王宇立马放话 让谢贤爬到台湾去见他 要知道谢贤在圈中可是被称为四哥的男人 但王宇也不是好惹的 虽然已经退圈多年 但这份刻在骨子中的霸道却依然存在 虽然不知道这其中的过程到底怎样 但从后来谢贤探望曾江 并鞠躬道歉的视频看 这件事应该是得到了完美的和解 王宇出道多年 拍了不少的武打片 虽然多次提名金马奖 却也多次失之交臂 连他自己都感叹 我就知道中风有份 中奖一定没份 因为年轻时形象不好 导致社会新闻太多 而金马奖对男主角的品德 也有一定要求 所以自己一直无言自想 不过2019年 王宇获得了第59届金马奖 终身成就奖 这算是对王宇演绎生涯的一个完美总结吧 相信在国变里面 王宇先生绝对是一位永远的武侠巨星 武侠中的武侠 如今77岁的王宇身患中风 从外表上看 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那股子气势 回首王宇的一生 从初出茅庐到当红打星 从无名小辈到黑帮大佬 传起两个字早已不足以形容他 因为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个江湖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听说你在打听阿华的消息 你说 不是 你的食指关节上有解 那是经常扣板机磨出来的 我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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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听到这位是个江湖